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泰6号等待着起航 这艘刚刚下水的围网捕鱼船 将载着30多名船员 前往35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 追捕热带金枪鱼 中泰6 总长76.73米 行宽13.5米 行深7.7米 总吨位约1806吨 6台超大功率制冷机一旦开启 18个保鲜舱瞬间切换到 冰雪严寒模式 驾驶台上 卫星摇杆器高空探测 海鸟雷达低空搜索 彩色声纳快速识别鱼群 这上天入海的超级组合 全都是为深海猎人量身定制的 不管装备多仙境 柴米油盐人事刚需 两年的海上生活 丰富的副食品储备事关重要 老船员都知道 海上的一日三餐却不能含糊 锅里能翻出新花样 漫长航行就不会太乏味 船长邱国军身为一船之长 大小事物都要一一过问 上船前 邱船长立下了年产万吨金枪鱼的大目标 然而随着疫情到来 在渔船无法保证靠岸补给 人员上下船受阻的情况下 要完成这个大目标 所有船员都将经历体力与心理的考验 你在直载嘛 下面船员都是叫我老大的 压力肯定是有的 两天时间肯定是很简单的 出于远洋交通和防疫的考虑 这个航次的海上作业将为期两年 新船 新人都需要最初的磨合 又是新船员的误操作搞得一场虚惊 邱船长决定出发前 再做一次加强版的安全演练 毕业于水产大学捕捞专业的谢成岸 有过四年的出海经历 作为项目负责人 他要让这些汉鸭子 尽快了解海上生活 远洋捕鱼可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因为今年的疫情 很多船员都不太愿意到国外去工作 包括我们以前一些老船员都摇摆不定 所以说新船员比较多 有些年纪还比较小 他们对于海上没有经验 备航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系统的一个培训 灭火 救援 逃生 海上求生 是与时间赛跑 演练的每个步骤都如临大敌 这是批波展望的海员必须的紧张感 卖着轻微摇摆小步伐 三十年捕鱼生涯 邱船长早已习惯了在风浪间行走 趁着备航见细去菜市场转转 这个极具烟火气的鱼港小城 常年出海的男人回家做几道小菜 也算是对聚少离多家庭生活的一种补偿吧 老包 菜买来了 来 买点鱼买点菜 买点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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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跟他结婚的时候 烧菜烧饭什么都是他弄的 我基本上不会弄 后来他每次出海 一年两年肯定自己会弄的 马马虎虎了 我老婆在伯伯店做面做 都去拿 我们这边周围都是一些捕鱼家属 看看他也是那样 看看他也是那样 慢慢的就这样习惯了 现在来了像客人一样了 这一趟出去了 我感觉他压力挺大的 再加上新材 公司的期望肯定也高一点 马虎 来 我们干一杯 来来来 吃点 农历十五长大潮 早上 海上又刮起了西北风 顺风顺水的好日子 中泰六号终于等到了拔毛启航的最佳时机 送行的妻子特意为丈夫准备了一盆绿植 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或许是邱船长他们唯一能见到的陆地植物 乘着寒流还未来西 中泰六号要全速北上 在未来两年的航程中 他们将赴中西太平洋作业 途经巴布亚新几内亚 密克罗尼西亚 索罗门群岛等地 而眼下万里航程第一站 是在三天之内抵达韩国福山 装载渔网和补给船用物资 徐亦菲是中泰六号的报务员 船只进港时间 停泊位置等 都由他来对外言诺 小徐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 这是他第一次出海 也是第一份工作 接下来报官 翻译 发送报表 物资补给等 繁琐的工作 他都要一项一项熟悉起来 刚刚我跟福山港报过 刚刚我们在那边等着 具体的论多就太有清楚 福山港 韩国最大港口之一 每天24小时不间断作业 然而受全球疫情影响 毛地内停满了等待进港装卸货物的船只 中泰六被告知无法按原计划进港 等待的时间也无法确定 小徐全天后不间断沟通方式 终于奏效 在外海漂泊了两天的中泰六号 终于收到了好消息 今天我们要靠福山港 一会儿鱼水温上团 待会我们进港 按原计划 他们本可在福山停泊四天时间 用于装载 而现在靠码头的时间只给了两天 看来必须24小时作业了 先期孕芽的制冷盐要转入冻层 成端的盐巴妥妥地压藏实 这是武器来的地方 150吋的盐巴 创下了地板灯 准备做盐水的 因为鱼货是用盐水冷却的 盐水做到21度左右 它就不会冻结 你就可以循环 可以冷冻一体 正当众人忙于装严时 几辆卡车也先后驶向码头 围网渔船的灵魂 巨型渔网就装在集装箱里 围捕金枪鱼的网具 它不仅构造复杂 而且极其庞大 长约1850米 垂直深度约310米 重量约85吨 打开后可以套下 整状经贸大厦 堆起来足有三层楼高 需要六辆卡车运输 巨型渔网的装赛 本就是个技术货 如何让这些新船员们 做到渔网不打劫 不缠绕 有序安放 邱船长不得不扯起掌门 指挥现场 这边挖出了瓦片 不要放马 拉瓦皮瓦杆 好嘞 主要是这个新船员 阿爸来打瓦片来 拉铁类来 怎么拉也不知道 如果摆得不好的话 这个瓦割掉 割掉就很麻烦 又重新弄一遍 过来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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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没没没没穿了 你这边摆好 邱船长忙着指挥卸网 另一边 大副王海灿 正领着几位老船员 拼接网片 网口接的牢不牢 会直接影响捕鱼的数量 这个一定要抓结实 不抓结实的话 有时候要再叫 再叫了就回来 抓到结实一点就好了 天色渐暗 手忙脚乱中 两车网剧终于卸完 紧接着还有四车 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不要动 一个拉拉过来 各个拿下来的新瓦 有百分之一百是对的 一节节小王旗 到时候会出大王旗 我们自己一个王 如果瓦不能好 就不能上菜不能杀鱼 拉吧 拉吧 不要拉我 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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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紧张的现场 还是忙中出错 新船员们配合失误 导致整个网剧缠绕在一起 卡住了吊机 如不及时松开 很有可能造成网剧破损 起重机马达也会被烧毁 邱船长赶紧组织喷水 试图润滑网剧 随着网头掉落 吊机再度运转 总算是有惊无险 忙忙碌碌地装载 中泰六号很快就到了规定的离港时间 你修了阿爸好大 没关系 没关系 下百岁你网拿下来了 网已装完 盐已满仓 大海追鱼的征途 这才正式拉开序幕 大海既仁慈又美丽 可是它也会突然就变得极其残忍 离开釜山港 中泰六号朝东南方向加速前进 绕过日本九州岛后 邱船长决定 穿过连接太平洋和东海的航道 大禹海峡 远洋航行的船长都知道 这里是风高浪级的黑风口 寒流和暖流在此交汇 海上风浪平均都在十级以上 不过这也是抵达太平洋渔场 最近的航线 明天最大风力能达到二十二级 风力还是很强劲 现在是冬季 西伯利亚寒潮强势南下 海面风力逐渐加大 新船员们纷纷出现了运船现象 二十三岁的大学毕业生赵震 是轮机组的新晋二管轮 第一次出海 严重的运船呕吐 让他卧床不起 但偏偏惊天轮到他值班 轮机长蔡成忠 是小赵的师父 跑了大半辈子船 他知道年轻人只要闯过这道鬼门关 后面的路就会平坦许多 小心一点啊 挺起床 对 这寿无可恋的感觉 今天晚上还要值十点到凌晨两点的班 这种恶劣的海况 而且积舱那种环境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挺过晚上的值班 阴船的感觉真的很难受 在风浪中前行 为船只提供动力的轮机 必须时刻保持正常运转 在邱船长眼里 老蔡就是中泰六号的定海神针 全船的动力电力系统 就依靠他和小赵来保障了 深感肩上担子的重量 再有两年就要退休的蔡师傅 希望能带带这位九五后的徒弟 以前考虑过从事关于机舱这个工作的 但是没有想到跟自己的理想和现实中 还是有所差距的 夜里值班的时候 我还是有运船反应了 然后吐出来了 感觉哇 真是的 太辛苦了 从未从事这种辛劳的工作 连续数日运船 呕吐 浑身乏力的赵震 想去食堂找点吃的 这才发现大厨也倒下了 浪太大了 大家都有点运船了 新船员刚刚出来不适应 厨师也运船了 没办法来给他帮帮忙 新船员 运船那是难免的 大叔阴老了 我以前干过厨房 所以说我来代替 几位运船反应小的船员 也来帮助 随着热乎乎的饭菜上桌 笼罩在大海上空的阴霾 似乎正在一点点消散 太阳总会升起 大海渐渐平静 逆风前行的违网船 终于冲破黑风口 驶入太平洋海域 而远处和中泰六 一同建造下水的姊妹船 中泰七号也要在这里分手 驶向各自的渔场 为了鼓舞士气 船长邱国军决定率先打下第一网 我们即将抵达第一个渔场 巴布亚新几内 在到渔场之前 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说取得渔业国的许可 那么我需要给他们 发送一份报表 定下围捕方案 完成了捕捞申请 邱船长随即召开战前动员会 排兵布阵 巴布亚新几内亚渔场 是金枪鱼主要的集聚区之一 即将捕捞这种难得一见的 深海鱿鱼 船员们各个摩拳擦掌 刚分配完工位 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准备工作 捕捞前夜 赵震和徐亦飞准备诊点仪式感 身体刚刚恢备过来的小赵 决定换个新发型 纪念他的人生第一网 以前所有的知识 都是课本上学到的 但从来没有投入时间 想到马上就要打下第一网 我非常激动 希望自己能好好表现 你怎么剪成锅盖头了 这边你还有150海里 明天早上大概用5点钟可以报到 这个浮标你以后 明天早上你如果来了几年 就下 我们下了第一网 下一网流木 就按正常来说 是比较容易的一个作业 热带金枪鱼 喜欢在海面漂浮物附近集群 根据鱼类这一席性 人们将类似漂流木的人工集鱼装置 固定在海面 装置上的卫星浮标 会定时传递方位 鱼群数量等信息 这种定点捕捞方式 又叫流木捕捞 我们在确定一个目标之前 都会通过卫星浮标来确认一下 哪颗浮标下面的鱼货 这种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是我们船上非常新的一个装备 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捕捞效率 乘着夜色 渔船悄悄靠近它的猎物 金枪鱼白天 一般在260米左右水深活动 夜间上浮 浮小时分 是下网捕鱼的最佳时机 小艇 小艇缓缓地向急鱼器靠近 绿色的荧光灯照亮了附近的海面 受灯光的吸引 鱼群慢慢聚集 一直捆绑在船尾的网据 也已全身松绑 一旦投入深海 张开巨网 它将是今晚闪亮登场的主角 半个多小时又鱼深入 碳鱼器测出的鱼群数量 密度和水流的速度 完全符合捕捞的要求 时不我待 邱船长一声令下 下网捕鱼 一号艇拉着网据 飞速向目标外围包抄 围网捕鱼 讲究快 狠 准 在鱼群周围 撒下长袋形的网据 将鱼群包围 然后把网据的底缸收紧 使围网成为一个大口袋 鱼群则被围在鱼网中 夜幕下 永浪开始发威 拖着巨型围网的一号艇 在波浪间穿行 拖着围网 绕行一圈的小艇 终于接近母船 只要将网头固定在母船上 张开的巨网 才不会被大海吞没 穿过月黑风高的海面 牵引为网的缆绳 被连接到母船上 就在大家试图用钢篮加固时 意外发生了 网圈合拢的时候 在最后弹钩的这个地方 两个助手丢了两次这个缆绳 都没有丢过来 上钢因为错过了这个时间 被拉断了 连接上钢浮球的钢丝被拉断 维网无法合拢 鱼群开始逃逸 最关键的是 维网一旦从上钢和浮球上脱落 网拒就会彻底坠入深海 大家谁也没有料到 第一网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场 当时我在油压控制台 突然就听到卢大霍喊 说网头断了 网头断了 然后我心里就一惊 突然就蒙掉 大脑一片空白 邱船长当机立断 放下二号艇 前去牵引正在下沉的渔网 我这个火柴不能动了 如果动的话 下面底高沉下点 罗柴下有打击 断裂的钢丝扣被重新接上 围网保住了 网口也慢慢地合拢起来 几个我脚起来了 扣住了 我就发现了 网头个眼光去不断 就是雨跑掉一天 几个在最后来 铁链拉开铁链 我别赢了 出来的 是我 是 也不可以好意 我感觉我的心还在颤抖 我走着这下台 我两个脚感觉是有点在抖动 确实是很惊喜 历时六小时的旧网行动 船员们已精疲力竭 天光开始放亮 可大家却没有睡意 他们想知道 折腾了这一宿 第一网会有怎样的收获 收网溅入尾声 捞鱼是忙碌一天的船员们 最期待的时刻 据下网前的探测 邱船长估摸着 这一网下去 至少有一百五十吨左右的大网头 而现在连一半的收成都不到 这样的开局 让邱船长深感万事开头难 菜鸟出征 还需要千锤百炼 经常遇鬼网作业 是一个团队分工 各个流程都非常精细的 一种作业方式 但凡有任何一个环节 出了一点差错 会导致这一次作业宣告失败 我们下网捕捞之后 我才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地接触金香鱼 以前也吃过 但是活生生的金香鱼 还是第一次见到我 感觉到非常满足 世界上有一种鱼 一生都在不知疲倦的游动 一旦停止下来 就会窒息而死 这种掠食性鱼类 浑身肌肉 游动时速高达八十公里 在浩瀚的太平洋里 他们快聚快闪行踪不定 这就是深海猎人们追逐的目标 金香鱼 万事开头难 连续几天的下网 新船员们渐渐摸到了门道 已经走出校门的徐一飞 还要完成一道课外作业 给金香鱼做生理解剖 当我的母校得知 我要在金香鱼 围往船上工作的时候 委托我采集一些金香鱼样本 做一些有关金香鱼资源评估的研究 中西太平洋以三种金香鱼为主 这个有一双大眼的叫大木金香鱼 因其脂肪含量较少 是鱼类中的极品之一 黄鳍金香鱼堪称鱼中美难 橘黄背鳍银白肚皮 最长可达三米 个头最小的是尖鱼 因为其矮胖挫的身材 加上极快的油素 又被称作炮弹鱼 鲸鱼繁殖能力强 数量庞大 是围往船捕捞的主要鱼种 我主要就是采集金香鱼的 背部肌肉 肝脏 肠道 微寒物 第一次解剖一整条金香鱼 一开始很难完整无误地 把它的器官分离出来 还好船上有血葱在 这是一条磁性的鱼 这是它的肺 这是肠道 这部分是肝脏 通过采样研究我们知道 金香鱼一生不停地游泳 是因为它的塞机已经退化了 游泳可以让水流不断地流过塞部 以此来获取氧气 如果停止游动 它就会因缺氧窒息而死亡 我相信 未来这些样本被送回实验室 会有更多金香鱼的秘密被揭晓 大海幽深莫测 又是一网捞起 鱼网不知为何破了个洞 正当大家忙于捕网时 一条只剩半截身子的黄旗金香鱼突然出现 看来亡里有不速之客 显然 这条金香鱼是在围网中被猎杀的 而这个掠食者就是鲨鱼 鲨鱼 名副其实的水下猎手 金香鱼的宿敌 但同时 它与海龟 金鱼等 皆属于海洋保护动物 按照国际公约必须放归大海 大家小心啊 先把鲨鱼放掉 出水后的鲨鱼也具有机枪的攻击性 大家不敢贸然靠近它 鲨鱼有受那个活的插在我里面 不小心它头咬过来 什么东西都咬的 一条 还有一条 这一条我们一个鲨鱼给它牙齿 一节节碰到 有种死的 它那个牙齿足以足的 像这种 像鲨鱼 它们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 只要我们发现 并及时的释放它 它存活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第一次在期望的时候 见到鲨鱼 一开始是好奇 但是当它真正被网绞起来的时候 是非常可怜和无助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采取一些正确的步骤 释放鲨鱼 这种小型鲨鱼 一个人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一只手 其实它的胃部 一只手抓在它的背起 头朝下 让它滑下去 如果有时候遇到比较大的鲨鱼 两个人 我抬一头 你抬一头 了解了放生技巧后 小徐要率先与鲨鱼 来个零距离接触 因为是第一次释放鲨鱼 真正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 但是好在还有其他船员的帮助 我们成功地解救了它 在它回归大海的那一瞬间 心里还是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这位好奇心满满的九五后 会用视频日记的方式 记录那些看似琐碎的事情 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度过了我两年旅程的 二十四分之一 在釜山 我第一次轻易见到了美式维网 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大海的临近 离开前我请了一天的假 为了 慢一点 一步一步地扶着点 来 右边 徐亦菲的大学同学郭满 是中泰七号的报务员 出发之前 女友小白特意赶来送行 来 右边 来 行进 小屋怎么样 好小啊 小啊 我觉得还好 虽然小 但是东西还是很全的 来 看看你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 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他可能会做这种工作 因为他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嘛 最后的工作岗位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的方向 心里有点准备吧 但是就是越到要走的时候 还是会挺舍不得的吧 而此时 徐亦菲和同事赵震正忙着布置小郭同学的求婚现场 这是我和赵震 我们从几点开始的 我们从大约到半年 这段七点 现在时间是九点五十 满满算三个小时 是接近三个小时 非常完美 她在移动 小心 小心 媳妇 再见面就是两年之后 所以我不想错过今天这次机会 我要让在场的所有领导 还有同事 共同见证咱们的爱情 开始跟我们分享给我很好的生活 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但是我觉得我们分开的太多了 白子依 嫁给我吧 答应她 亲一个 亲一个 希望你看到亲爱吧 我不等她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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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一别两个多月 这对小情侣下次再见 可能要等到两年以后 他问我这是什么 你猜不到吧 这是太平洋的声音 来自太平洋的问候 每天工作完 放松放松 吹着胡思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很多 想到小时候 想到女朋友 想到未来 两年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地 适应海上的生活 这个是微信游感系统 他可以分析我们整个太平洋渔场的水文气象信息 我也是到了船上才了解到这些高科技产品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小郭所在的中太7号已经进入了密克罗尼西亚海域 而他的姿妹船中太6号还在两千公里外的索罗门群岛附近苦苦寻觅 离开了甲板的金枪鱼 顺着管道 溜进渔船的底舱 负责轮机的老蔡和小赵 迅速开启所有的冷冻设备 零下18摄氏度的盐水冻舱 要给体温高达30多摄氏度的热带金枪鱼做快速冰镇 而零下35摄氏度的保冷干仓 是保证冷冻鱼有着活鱼一样的新鲜度 盖子摆一下盖子 好 准备来 为什么要放盐水呢 因为你没有盐水的话 你从这么高的高度下去 你会炸坏 所以放水 它就炸到水里会浮起来 雨土不会省坏 然后把盐水打进床里面打满 开始做冷冻开始了 温度下降 走到温度的时候 基本上鱼表面已经硬了 厚实的甲板挡住了室外40摄氏度的高温 而马力全开的制冷机 是确保冰火两重天的关键 制冷系统一旦开启 就不能停歇 赵震虽是电机科班出身 然而第一次出海捕鱼 尤其面对刚刚投入使用的设备 他心里也直打鼓 这条新船跟我一样 也是第一次远航 各种设备 在前几年肯定需要磨合 在磨合期会存在很多问题 机舱内 几十只仪表 上百个阀门和管道 随时会给这位新手出点难题 突然这么多水都打出来了 现在还没有找到呢 啥原因 第二天早上 盐水漫出了冷冻舱 船舱突然水漫经山 一时之间大家都没了方向 轮机长蔡师傅及时检查 这才发现原来是徒弟小招 阀门没拧紧 导致了冷冻机倒霜 进而引发漏水 但是因为我的个人失误 导致冷冻机出现问题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我也特别焦急 阀门倒霜 本是冷冻机常见故障 但倘若处理不及时 会导致整个制冷系统的崩溃 轻易地连钢压活塞压会碎掉 严重的话 冷冻机会打掉 一打掉的话 所有的气体冷媒全部跑出来 徒弟也会窒息的 都一定是马上窒息的人 所以很威胁 后来我把它停掉 一往清洗了一下 两台冷冻机偷过来以后 再使用 后来正常了 当这个压力降下来的时候 我提到嗓子耳的心 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这件事也警醒了我 在轮机方面的工作 事无巨细 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严谨认真 加两根火腿肠 谢谢大学 这个火腿肠加一点 味道不一样 身体千万有大型 像我们冷冻吧 像坐着这样的 基本上没有现在 年轻人也很少了 像我们也基本上快退休了 就靠他们那一代 又接上来 所以我也尽快希望他 能做出成绩 回去后 基本上可以多当一面 师徒二人朝夕相处 漫长的航程 让两代人 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理解 六十匹备的一天 还好有菜大车 老船员告诉我 菜大车是定海神针 有一年船上失货 是他独闯火场 关闭了油管阀门 止住了火石蔓延 青枪鱼 属大洋回油性鱼类 每年冬季 它们会在中西太平洋的 赤道县附近聚集 这是捕鱼的最佳季节 世界各地的淘金者 都会来赤道县绝竹 然而 自打进了索罗门海域 鱼群就像中了魔法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泰六号连续数日 一无所获 船长邱国军 总算发现了一个目标 卫星雷达显示 中泰三号安置的急鱼器附近 有鱼群活动 不过队友的鱼船 也在朝急鱼器方向赶 一番商量换来了队友的支持 中泰六开足马力昼夜兼程 终于在第二天上午接近目标 关键时刻 声纳传输故障 无法判断急鱼器周围的鱼群规模和状态 没有卫星探测器的知识 邱船长便派出经验丰富的大副 用目测的方式前去一探虚实 小心小心 风浪中的小艇靠近了人工急鱼器 他们没有发现附近的鱼群 反而捞起了几个随波漂流的卫星浮标 这个装置显然被人动过 海上有自己的竞争法则 所谓先到先得 此时中西太平洋上 有两百多艘金枪鱼围网船 紧赶慢赶的中泰六号 还是来迟了一步 找到一个空位了 给人家盖掉了 大海追鱼的竞争 已经进入白热化 邱船长凭着多年的经验判断 他们遇到强劲对手 如果不能尽快改变捕捞战术 这个捕鱼技可能就要泡汤了 今天他们在脑鲁怎么样产量 每天下午项目负责人谢成岚 都会和船队沟通信息 听到兄弟船只捷报平船 让三天打鱼两日晒网的邱船长 有点安纳不住了 哎呀 糊涂啊 没有鱼啊 哎呀 再七十灯啊 那我都会用啊 早上二十灯 早上三十灯 五十灯 两百灯该不错了 邱船长决定使出杀手锏 捕捞浮水鱼 追捕在海面上快速游动的鱼群 比起围绕人工集鱼器的定点捕捞 它更像是海上漫游 这种耗时耗油的捕捞 需要一点运气 但一往下去 就是一两百吨的大网头 让几天没有开征的邱船长 决心示意吧 我们一般用海鸟雷达来扫鸟群 在中西太平潮上有两种海鸟 一黑一白 它们洗食浮在水面上的小鱼 而这种小鱼也是金枪鱼的捕食对象 所以船员每天在梁王台上 通过观察海鸟的飞行姿态 来判断是否有鱼群 追捕浮水鱼群 需要高强度的观测力 为了鼓舞士气 发现者还有脚力 这种追鱼游戏 给枯燥的海上生活增添了一点乐趣 大家仔细开啊 下面 上面都仔细开 海盗都是打青了啊 八个老大 八个老大 左前方六十度发现一大群鸟 可能有狐鱼 可能有狐鱼 这是几天来 邱船长听到的最好消息 他连忙开始部署捕捞战术 这狐鱼真的要变技术 鱼头往哪里跑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 鱼船向目标全速前进 突然 一架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 这是竞争者发出的信号 船上这座一配备直升机 主要是为了能更好地搜寻浮渔 提高浮渔作业的效率 旁边有船 极西海里有船 果然 远处几艘外籍渔船 也向这里驶来 邱船长决定先下手为枪 咱浮渔的枪也要拼一下 鱼群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拖着围网的快艇 必须将他们的逃逸路线围堵起来 这种有鱼头 像总系列的几位要素来了 大副赶紧扔出水下染色棒 迷惑渔群 一看到了 前面可能有什么 像咱们那边有树烟 树河的 咱们也不会跑过去 也会往后退 往后退 已经到往里面了 前游水下木墙导住去路 后游母船与快艇张开的围网 四处逃窜的渔群开始急速下潜 通常 底缸收拢需要三十分钟时间 这时往往是深海猎人与金枪鱼博弈的关键时刻 有道是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邱船长下令所有船员上甲板收拢底缸 想要冲出巨大围网的包围 至少要沉入海面大概七十到一百米 这也是有较量 就在渔群下沉到围网底部前 底缸终于合了 心心念念的大网头就要起网 可不知为何今天的网特别重 原来水下还埋伏着几个大家伙 领航精 这些聪明的深海猎手 会一路尾随渔船捕食 这会儿也被中泰六号一网打尽 金鱼是保育物种 按照国际公业必须要放生 但是它块头很大 释放的难度很高 就必须要在水下放生 这也是避免对它造成伤害 邱船长再次排出小婷 试图将金鱼与金鱼群隔开 再从一侧放生 哪知道他们沉迷于饕餐大餐 全然没有退场之意 反倒是小婷乱了阵脚 他了他了 这次不说就得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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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躲起吧 刚好赶上大艇在调整方位 绳子一拉 那个缆绳就弹起来 打到了那个小艇 就一下子撤翻 然后就水灌进小艇的那个舱里面 小艇就倾斜 船长非常紧张 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是非常在忐忑 还好就及时把另外一个小艇过去营救 把他拉回来 我自创下来 遥道仗跟我讲了 大车小艇沉掉了 我怎么沉掉了 我一看小艇这样了 整个小排上面都是水了 我说这个完蛋了 那台主机不知还好不好 大车我挂到这边 大车怎么踩过之后 你不知道啊 见此情形 邱船长的心情堪比坐上了过山车 期待已久的大网头捕捞 就这样被几条鲸鱼给搅黄了 快艇进水 无法继续驱逐岭航经 邱船长只得下令 打开底缸 放生围网里的鲸鱼和鲸腔鱼 这一网其实很可惜 虽然我们损失了有一百多吨鱼 但遵守国际公约 保护保育物种 这其实也是我们负责任大国的职责所在 这是海上独特的打招呼方式 几句简单的问候 便能吹散心中的阴霾 你们认识我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认识你 好 你的气息笑了 在海上之间 也是一个小社会 中国人在茫茫大海上 能够遇到一个是缘分 应该真的是能够分享 最近的一些渔况信息 你们的脑脑人工没有 这么说出来 没有 大海追鱼 既有对手 也会有朋友 经过多方面打听 船长邱国军此刻的目标 只有一个 必须前往的赤道县 现在是家庭四个窗 没有了 所以明天加油 大概170里吧 三号船 二十 二十 刚才是二十五毛 还有四方多 还有一个五四 加油之前必须要统计一下 游船的油位 库存还有多少 因为游人有时候 不是每天有游人 必须提前有报备一方 海上加油船 海上加油船很快被呼叫过来 两千多吨的游轮 徘徊于渔船密集的海域 每月加油都向老友重逢 但碍于疫情 两船无法靠近 只得通过长长的加油管跨海相连 游船加满 中泰6号再度启航 游船加满 中泰6号再度启航 中西太平洋沙 中泰6号经过三天两夜航行 终于抵达位于赤道线上的挠鲁海域 当太阳以九十度直角照射海面时 滚滚热浪的甲板 顿时开启了烘烤模式 甲板下面 降温用的冷盐水舱已堆满鲜鱼 如果不能及时转入低温干舱 鲜鱼很快会腌成咸鱼 上百吨重的冰鲜鱼 全部需要人工翻舱 今天干了五岁 这个盐水到眼里到嘴里有点不舒服 早已压了箱底的棉衣棉裤 终于派上用场 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冷冻舱内 分简转运 这些皮肤光滑 肌肉紧致的金枪鱼 在通往餐桌前 第一次与人类亲密接触 走开 三哥走开哦 正午时分 海水也快沸腾 刚刚离开太平洋的热带鱼 立刻被投进酷似北冰洋的冷冻舱 甲板内外接近七十摄氏度的温差 让新船员张涛一时无法适应 我的飞舱鱼它太疲累了 今天又干 现在脸皮都发麻了 我身体受不了 缝不过来 头都崩了已经 一头浓密全发的小张 也被冻得脑壳疼 这位来自山城重庆 一心想看大海的年轻人 有点动摇了 感觉心里面每天都在做斗争一样 一个念头就是太辛苦的时候 实在感觉吃不消了 就想回家 无论怎样 就说回家吧 这些都无所谓了 你心里不要太大的压力 也要下开 常年在海上生活的邱船长知道 新船员一旦过了新仙境 他们就会出现焦虑 倦怠和想家等远洋综合征 海上生活就像长跑 从不适应到完全适应 这中间的过渡期极具挑战 团队 有数量在电梯 achter 海中咱托钥搭 这样的载碟 很多 blah 还让人连开 就 Christie 这一个红牛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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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爸爸怎么弄完了 爸爸怎么弄了 三个人怎么出来 三个人都没有出来 在下网追鱼的关键时刻 有人却躺平了 我也长年出海 新船员这种状态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 作为一个集体 我要帮助他们 摆脱心理上的困扰 你在外面给我坐着 小杨 小杨十九岁 是中泰六号年龄最小的船员 非常孤独非常寂寞 就每天除了工作就没什么可干的 就与网络社会就感觉完全脱轨 就会造成一种不适应 维网捕鱼 对分工协作有极高要求 当船上二十多台机械设备同时运转时 三十多位船员都要各司其职 负负责拉网的李中瑶 是位热心肠的小胖子 收网的时候 他也会帮隔壁小杨助上一臂之力 拉网衣的时候就非常累 胸口有点闷 感觉心脏都快停了 拉的那个网衣 这天下午小胖李中瑶也突然不见了 河谷里找到没有人 干活没有人 我到这边了 把他抓走不到 没有住过啊 我呆心死了 哇 这什么地方 河子啊 河子面 这里 这里 来来来 我可以 你这边是吧 肯定是我也不舒服 吐锅了 吐锅。吐锅了 很大碗 是吧 以太少 medieval 有什么事跟我说 最后呢 这个蔬菜都吃你 这个油不要吃太多 肉够都不要吃 可년公平就被 吐锅ules 吐锅了 肯定是 我印cend的小胖帮我 帮我做饭 这几天他也不舒服 为了比较的感谢 我特意给你做了一碗青菜肉丝面 小胖 小胖 请请请 你做了一碗面 你这几天不舒服 船上的工作第一次接触 有点不适应 挺累的 有点想家 海上漂泊了两个多月 应受疫情影响 船员无法上岸 陆地活动只能放在后甲板上 只想这个比赛 就是在呼召的海上生活中 增加点趣味 因为分队进行一个竞赛 也能够增加团队的这种能力 因为在船上 就必须要有团队的竞选 所以说这么一个大家庭 我们就是要群色群力 又要什么问题 一起想办法 一起克服 顶着一头拳发的小张 体重超标的小胖 和年纪最小的小杨 也都加入各自的战队 我们分三个队啊 黄金 黄金 起开得胜 投神 投中铁盘的每击中一次击一分 每个人有三次机会 累积最高的获胜 第一项 投揽绳比赛 自诩为大力水手的小胖 却三头未中 看样子要给这位大力水手加点菠菜了 没中 没中 身材弱小的卷毛小张 善用巧力 连中三法 终于将小胖丢失的比分又搬了回来 鲍鱼接力 就是一分钟之内两个人一组 抱个鱼来回敲那个盘 敲一次第一分看谁的次数多 在半个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 接力奔跑 看似简单的比赛 大家却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 我们这一队失误了很多 我们就考虑到自己 没有考虑后面团队的 所以说要团队合作 才能赢得最大的胜利 二管轮小赵 率领监鱼队一度将比分扳平 小胖和小杨所在的黄旗和大牧两队 也拼命追赶 三 二 一 行走 哇 我起队这么好 恭喜 恭喜 大牧 恭喜 邱船长把压舱底的宝物 也搬上了甲板 鼓舞船员士气 需要精神和物质的激励 现在慢慢地熟悉之后 其实发现只要船员们 一起齐心协力 发现这个工作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小胖要让有恐高症的小张 登高看大海 小胖 外面我实在爬不上去 太高了 没事 走这边爬 我先上 你跟着我后面 我就是身体数字 体力又差了 然后意志力也挺脖子 旁边的小胖同事看到我 就不停地鼓励我 小胖 加油 上来 然后我也就对自己说 他们都能坚持下来 我也不能服输 我也要和他们共同进退 远洋捕捞是一份艰辛的工作 不过每个上船的人 都有自己的小目标 每个人都是新船员 所以说都不适应 都互相帮助嘛 跟着干相当于就是减肥 最好的健身方法 那是为永远离达 必须想前 需要的是新业 新船员们在慢慢地 适应着海上的生活 在与同伴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大海似乎变得是比陆地 更真实的家 将来的你一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请你一定相信你的付出 终究是有回报的 多少人劝固了 只因大雨倾盆前路漫漫 我们终要知道 在奋斗的路上 不会一直勤功能了 总要什么风路 才能抵达远方 赤道追鱼 奔波于南北两半球 不知不觉间 2021年的春节来临了 谁吃到这个用力 有福气 有台运 看到大家 把这种花样的脚 都说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这道金枪赤身 最大的亮点就是新鲜 从海洋到现在的餐桌 基本上是无缝衔接 这道我们船上的家常菜 节日里面又端上餐桌 也算是祝大伙年年有余吧 船员们也各展身手 随着一道道美味上桌 海上年夜饭开席了 新年快乐 这也是你们在海上过的第一个年 对啊 好 新年快乐 新年新鲜律 安切的我们 无意了老板的 传续在家里 好 谢总的 对 把生活前事业的 这个带起来 在两天之后 我们肯定都会 好 谢谢 谢谢 十多个 然后现在这个 后年了 我要当个敬礼 你要等 十多个 十多个 年夜饭后 船上开通了卫星电话 挥别岸上的亲人后 这是船员们第一次 与家人通话 千言万语 一时还不知从何说起 伙伴们 传上过了点 然后传到里面 可以打几分钟电话 给家人报平安 沿着赤道县一路向东 钟太六连续几个大丰收 让出师不利的邱船长 不再怀疑人生了 按照目前的捕获量 千吨级的冷冻舱 几天后就可以装满 而四百海里外的塔拉瓦渔港 也正等待着满载而来的船只 基里巴斯 最早迎接太阳的岛国 沙滩 耶林筑起的岛屿 激起了船员们 对陆地的温望与期盘 这时的 这时的 发现那个小船 开到这个人的牙手 瞭望静里 未见期待中的耶林小岛 而在船的左前方 一只小船突然闯进大家的视线 来者何人 难道大白天也有海盗出没 大家不敢掉以轻心 我瞭望的时候 就发现在三海里外 有一艘漂流的小船 还不清楚上面是什么情况 但是感觉有人在招手 船上的人看到有什么情况吗 好像在求救 它那个有动力的船吗 有 经过仔细观察 邱船长凭着多年的经验判断 这是一条湿式的小渔船 船上的人正在发出求救的手势 随即 邱船长下令 紧急救援 因为现在距离 这个岛很远 它如果失去动力 它没有办法开回去 这个新的 那只要随波就流 你就飘到哪里 真的像鲁平逊 飘流近 很危险 小船先放下去 先放下去 把工作来 我走接我来找一下 快艇很快接近了 失去动力的小渔船 三位来历不明的求助人 也许是看到了 有船之前来救助 他们顿时平静了下来 一感觉人呢 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判明了身份 不是什么海盗 也不是什么其他 就是遇险的渔民 那我们也是直无旁贷 要去救援 原来这三人都是基里巴斯的渔民 因为渔船马达故障 他们已经在海上 漂泊了整整21天 杨费老师 走 走 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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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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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火锅 去哪里放火锅 放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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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体 还好吗 没有问题 靠着几块鱼竿 天然雨水 三位老人开始了海上求生模式 你怎么知道你几天在外面 你记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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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我们到几天去 我们在这一关的船 中国 哇 这里是他出来的日子 这应该是他们三个人的名字 中国 你还有女士吗 对 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得到任何关注 你可以写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我们救援地点 离吉里巴斯首都塔拉瓦港 有四把多海里 那个地方渔船非常少 来往的商船也很少 所以说这一次如果不获救的话 大概率事件有可能真的很难会被发现 那茫茫大海确实是神死被捕 我会送你的家照片 好 浩瀚的太平洋 几乎覆盖了三分之一的地球 陆地遥不可及 而随波逐流的小船 在波涛汹涌 巨风骤迹的羊面上漂泊 他们的生存机会非常渺茫 我一会把他们的照片和名字发给你 然后你先通知一下当地的 与此同时 谢承兰联系了中国驻当地的船务代理 希望尽快帮助渔民回家 中国人 中国人 我们是兄弟 所以现在所有东西 都做得好 我做得好 做得好 最后一年 别担心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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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斯蒋 我们需要来 做得好 seb Сейчас 我们能从到底 我们的一个房子 做得好 我们不用 kitchen ,我们来做得好 移动 因为 我们 在ivil画的 我想 一 油 原本去参加老友会的三位渔民 没想到会遭遇这样一场 劫后余生的经历 很快 他们与中国船员的海上奇遇 也迅速登上了当地热搜网 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 在他们失踪以后 他们的家人有去报案 所以当地的政府有委托 新西兰皇家空军卫队去寻找 但是搜索一周后仍然没有结果 当时他们家人一度是悲痛欲绝 后来没有想到是被我们中国船救下 这件事情在一些国际网站也有报道 引起了一些反响 中泰6号 距离最近的港口还有400多海里 三位被救助的渔民只能暂时安置在船上 看着现代化的围网捕捞船 这些依旧使用鱼叉捕鱼的老渔夫们 也试着加入了奇往的队伍 没过多久 一艘中国水产的围网船也慢慢地靠了过来 这艘在海上作业了一年多的船只 由于持续的全球疫情无法进行正常补给 中泰6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 好 小心小心 先放火好了 先放火 我们渔船最不缺的是鱼 最缺的是蔬菜 在疫情以前呢 我们每个月会在基里巴斯等国家 会购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受疫情的影响 当地封港整个补给的渠道被中断了 船员长时间得不到蔬菜和水果的补充 有时候牙龈就可能会浮肿起来 所以这次中泰6和中泰7出来 我们是装满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还有个人的生活用品 这些东西都会分发给海上各个兄弟船 这艘船上有许多肤色有黑的当地船员 根据中国与环中西太平洋诸国的渔业合作协议 中国远洋渔业船队施行了属地化管理 兽人以渔的合作模式 推动了周边岛国渔业技术的升级换代 我喜欢工作这里 因为我为了达到教授 我为了达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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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工作这里 就像我 这就让我觉得不用工作 也是非常国际化 第二天 中泰六也来了新成员 六名熟悉水性的外籍船员正式加入 好 现在这里是你新的家 欢迎来到26岁 我需要说的是 第一个是五个 第二个是 酒精必须在控制 第三个是 你能够努力 明白吗 明白 你可以说中文吗 可以啊 你叫什么名字 杰拉 杰拉 我工作八年 什么工作我都可以看 跟小丁 老王边 拉巴 拉德连 我都会干 我希望这边工作 我希望可以做三副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杰拉 已经具有汉语四级的水平 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唯网船船长 跟着中国渔船走南闯北 杰拉对捕捞作业的各个环节 已经驾轻就熟了 上船不久 她便成了这些新船员的师父 有了捕鱼达人的加入 邱船长要让新船员们做更具挑战性的工作 制作人工集鱼器 这个下面拉紧啊 下面拉紧 人工集鱼器采用自动降解的绿色环保材料 在吸引金枪鱼群同时 避免缠绕海洋保护的物 不污染海洋 这个要行不行的 不要一起行 这个要一样 几天前获救的三位基里巴斯渔民 也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 绑扎好的彩带被涂抹上鱼油 这种鱿鱼的香味 能散发到几十海里以外 在这些五颜六色的彩带装点下 大家要为大功告成的人工集鱼器 做一个下水仪式 不同国家 不同年龄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在船上相遇 互助 按照各自的梦想 去闯荡 一分钟你得到二十 我得到二十 我得到二十 真的吗 一分钟你得到二十 对 好 来吧 准备 开始 太快了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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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专业也很好 跟我兄弟一样 专裳老大也是一样 给我很好 我也喜欢这一家的公司 我儿子 他真帅 对 好 好 你怎么会讲话 会找话 会叫爸爸 对 我儿子两年都没有感到过 我也想我家 在歌声中 中泰六驶入了基里巴斯近海 这片三角形的珊瑚环礁 便是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 岛上没有公路 水清沙白 椰林树影 掩映着一座座棕榈叶制成的房屋 人们热情纯朵 能歌善舞 有人将这片土地称为世界的尽头 因为防疫 中泰六不能靠岸 只得由当地海事小艇 前来接三位渔民回家 现在你回家 现在你回家 今天你感觉在中泰六驶 我们很不错 欢迎 我们是兄弟 现在你身体都好 我们会感到愉快 谢谢 谢谢 再见 拜拜 船上的人看到有什么情况吗 手下的求救 你的身体感觉好吗 没有问题 中国人我们是兄弟 别担心 经历这种事情 对自己的触动也很大 觉得生命真的是挺伟大的 我们在海上 虽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坚持下去 我想一定会有成果 一路追鸟的中泰7 很快就要满载而归了 然而他的姊妹船中泰6 船长邱国军却一筹莫展 受腹热带高气压的影响 连续的强降雨 给即将满舱的中泰6 按了暂停键 没有鱼的日子里 几盆绿植受到了邱船长的格外呵护 Let's go Let's go 云开雾散 鲍武园小徐 终于把附近的直升机呼叫了过来 挤进碳鱼飞机的迷你舱 灵活激动的空中追鱼 那叫一个奥利给 我第一次做直升机 从高空俯瞰海洋的感觉 真的很不一样 直升机比船更快 比辽望台更高 是寻找浮水鱼的利器 但是那天飞得很久很远 望眼欲穿 就是没有找到浮鱼 未见飞鸟也不见浮鱼 返航的途中小徐突然发现 海面有一块漂浮物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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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往小艇 负责瞭望的杰拉收到消息 赶紧开小艇前去打探 原来这是一个随波漂流的急鱼器 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海面上 杰拉闻到了附近有鱼群聚集的气息 邱船长推断 明天凌晨 深海聚集的鱼群就会浮出水面 而现在的任务就是摇颈目标 破晓十分 早已各就各位的船员们等待着下网的指令 几台起重机将尾网慢慢拉出水面 从钢索脚盘机的受力程度推测 邱船长预感到他心心念念的大网头 真的来了 上百吨的渔货 能将剩余的冷冻舱一网打尽 幸福来得太突然 十几台拉网机顿时火力全开 围网收到一半突然警铃大作 在漏油 那个液压系统出问题 要快多久 可能被钢丝碰到过 然后现在有油溢出来了 找找原因 先找一下那个漏点吧 我在机船嘛 警报一下 那我把它下面查了 找来找去找不到 大概油挺可怕的 几分钟时间几通油就没有了 油塑料有限的 我们备用的就是几灯油 负责轮机的老蔡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油压器里到处漏油 却找不到断裂点 现在正在收我 因为油压坏掉了 所以都要停下来 等机船修好了再骑我 起吊底缸的液压起重壁 突然停机 失去牵引的钢索 绳套和鱼网 在涌浪的冲击下相互纠缠 如果不及时清理 他们很快就会打成死结 清机之下 杰拉和几位熟悉水性的船员 跳入海中 他们要让那些 虎脚蛮缠的绳索 不再纠缠 好 这边打开 我想到了 可能是底缸机里面有问题了 板子打开一开 那油生出来了 所以里面已经满了 它有个测的弯度太大了 直接把这个地方给破裂了 当时正在起网 底缸正好久事 那时候正好破裂 第一次起重这么重的鱼网 机械臂也爆裂了 换上一根大号的液压管 满血复活的起重机再次启动 今天不错 其实目前我们抓的最大一个网头 但具体数量现在还不能确定 换过放好 换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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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4 16 18 换过了 最多的一网 刚刚出水的金枪鱼 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塞进了虚伪以待的冷冻舱 最后一百吨的小目标 终于完成 邱船长要打开保险箱 去兑现他对大火的承诺 手握一打奖金的邱船长 把几位表现出色的船员 叫到驾驶台 外籍船员杰拉 在起重壁失灵后 率先跳入海中清理绳索 受到了船长的奖励 而船员黄长华 因为瞭望发现 基里巴斯遇险渔民 获得最高奖 现在下一次你也精彩一点 大火头两百登山 OK 在这收获的喜悦 中泰六驶向基里巴斯的塔拉瓦渔港 大家辛苦了 今天也买在了 大概两点钟 我们可以倒过来 出鱼你开市叉 周围的摆着 有的是四个 有的是五个 老船也都会带的 怎么出 主要是这个艾船方面 一定要小心 按照国际环保组织的要求 捕获的金枪鱼 需要通过当地渔业部门的监管 同时转载过程 还必须有环保部门的监督 先期抵达的中泰期 也正在接受转载前的查验 好 我要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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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位 先为你们来了 没鱼我们也走不了 我不知道其不其 要麻烦你点一下 因为我第一次 就是传播资料 还有那个鱼导日记 办完了所有检验手续 中泰六上的一千多吨冰鲜鱼 将全部转运回国 这艘中国水产公司的运输船 往返于中西太平洋 和中国主要鱼港之间 是远洋捕捞船员 连接遥远故乡的纽带 在零下35摄氏度的 薄冷干舱里 已经冻成一团的金枪鱼 需要一条一条的送上甲板 不过要让抱团取暖的冻鱼 暂时分离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赤道阳光照射在甲板上 烈日还来不及融化动鱼的冰霜 它们就被投进了大号的冷冻舱 这条流水线全靠船员掌握手法与节奏 搬运速度直接影响到鱼的新鲜度 一直在喝水 然后也没有上厕所 每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就拉不动 应该是累的吧 一会吃完就好了 还能奋斗两个小时 一生都在游泳的金枪鱼 让船上的人和机器也都停不下了 为了方便大伙吃饭 厨师老崔索性把三顿饭都端到了甲板上 大肉包子香飘四溢 忙碌的甲板像开了一个包子铺 吞下几个热包子 小胖又吓到了冷冻舱 放进来了啊 放进来了啊 不要拿给他拿给他 这冻成冰块了 冻的都没知觉了 穿那么多 这墨子都是冰块 哎 小鬼 那两条给他拿起来 我往再丢下去给你 以前你也没有做过 也不知道怎样数 还要老船员慢慢带 第一载是会辛苦 再转两三载就慢慢习惯了 转载接近尾声 疲惫的船员 这时又有了新发现 一直不在服务区的手机 终于收到了网络信号 我怎么网络还不可以用啊 借完鱼 心情是比较放松的 可以趁着靠岗的机会 有信号来跟家人联系一下 喂 小孙子 看爷爷 看爷爷 手勇一下 听爸爸妈妈的话 我们跑船员 其实好多事情 管到了这头 管不了那头 两天回去 孩子这么抱了 小伯伯 快乐长大 等这个船回去 河马头 他回来迎接 会奔过来 他肯定会走了 假如说认识的话 他会叫 耶耶耶 肯定会叫 此刻 满载而归的中泰六 似乎把与家人 失联许久的船员 带入到了幸福的港湾 再见啊 感谢谢总 受疫情影响 进口中国的海鲜品 需要严格解议 项目负责人谢成岚 将搭乘运输船 回国办理入关手续 中泰六上的兄弟们 也都来送行 中泰六还要继续在 中西太平洋捕鱼 我的任务是要护送 第一载鱼货 平安回到国内 同时也要对这批鱼货 进行品质检验 十五天后 随着冷藏运输船 缓缓驶入舟山码头 来自大海深处的美味 平安运达 这是我们这个超地方产品 看这个规格品质都挺好 对 挺大的 我们的这个温度 最需要达到零下十八度以下 才能符合收获的标准 检验合格的金枪鱼 一部分会以我们熟悉的生鱼片走上餐桌 但更多的是经过解冻 蒸汽加热 取肉冻结等一系列工艺 制成鱼柳 在高温增压 包装成罐头 把这些鱼从太平洋捕捞到回韵 丰富老百姓的餐桌 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些可爱的船员兄弟们 他们日复一夜的在大海上 波浪天涯 他们能够耐着寂寞 能够坚守在一线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伟大的一群人 从海洋到餐桌 金枪鱼罐头浓缩的是 渔人与大海的故事 相信那穿越万千严酷的大海 如太阳一般灿烂的航船 会成为许多年轻船员最深刻的记忆 当你看到这段Vlog的时候 我已经出海十个月了 最近装了一网200吨的大网头 老大心情不错 别轻有味 继续如意吧 小赵在街上的工作 已经轻车熟路了 大车也越来越认可他 第二次转载时 我们收到了获救的吉里巴斯渔民 送来的礼物 也给他们亲手做的漂流品 是不是很有意义 是不是很有意义 谢谢 谢谢